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之前秋風拍了兩部已經刪除的方塊喔 裡面介紹了那些曾經在minecraft歷史長生中出現的方塊 但被minecraft刪除掉的喔 那裡面提到了一些物品喔 今天我們就來專門講minecraft那些已經被刪除的物品 不管是有使用過或是未使用的 一口氣全部告訴大家啦 首先要來講的就是我們的魚喔 這一條青色的魚啦 在1.13的時候正式被刪除啦 之前在拍方塊被刪除的影片也有提到一下啦 那這個魚的誕生就是因為 他在1.13的時候被改成雪魚和鮭魚 已經沒有所謂的魚了 所以這個魚在minecraft裡面找不到了 那個只有在村民的兜兜上漁夫的兜兜上 還可以看到這條魚啦 那個實體物品已經沒有辦法拿在手上了 對這個生魚烤魚已經沒有了齁 如果你1.12上升到1.13版本 你手中的生魚會自動替換成雪魚啊 第二個被刪除呢就是我們的馬鞍啦 只能給馬用的馬鞍 對他可以製作用什麼 五張皮革加上三個鐵錠就可以做出馬鞍了齁 僅存在短短的幾個快照版本 13w16a加入 那到18a的時候就被刪除掉了齁 那個同質性跟鞍太像了 所以minecraft就把馬鞍刪除 全部都用鞍啦 沒有其他鞍了 只要能放在動物身上的 都是鞍齁 一直沿用到現在也沒出現其他鞍了啦 那現在的鞍雖然還是不能製作齁 不過取得已經比以前容易太多了 早期只能去那個開寶箱 對你只能去地牢裡面找到寶箱 然後寶箱裡面可能偶爾會有一個鞍 所以鞍很稀有齁 後來就是地獄堡壘鞍大量發現 所以鞍就已經沒有這麼稀有了 在接下來什麼村民可以換啊 那個劫毀獸會自己釣啊 每一個劫毀獸都會釣啊 導致鞍很氾濫齁 現在鞍一點都不稀奇了 再來第三個被刪除的物品呢 就是我們傳說中的紅寶石了 其實它是未使用就被刪除的物品啊 只存在在材質包裡面啊 紅寶石當初做出來 就是現在被綠寶石取代掉嘛 那取代的原因是因為什麼紅綠色盲 沒有辦法區別紅石和紅寶石 那現在紅綠色盲不是 看不懂嗎我不知道了反正就是這個原因啊 那他們怎麼說就怎麼說嘛 分不清楚紅寶石和紅石啊 那個我覺得正常人也可能分不太清楚吧 然後在愚人節的時候 23W13AOV的時候 有把這個紅寶石再加入到愚人節快照版本裡面啊 當做一個愚人節笑話喔 那時候就有投票說 你希望紅寶石加入到遊戲裡嗎 取代掉綠寶石 你可以投試齁 那你的綠寶石就會被取代成紅寶石了 再來第四個被刪除的物品呢 是我們的結晶蜜 那個也是跟那個紅寶石一樣 未使用就被刪除的物品喔 可是他的名氣遠遠不如紅寶石這麼響亮啦 因為他加入的時間很短啦 那個只加入也是幾個快照版本啊 19W34A加入19W42A被刪除齁 欸就是這麼快啊 完全不知道這個結晶蜜要做什麼用 是更甜更好吃嗎 然後跟他同時期的有那個辣塊啦 也是一樣齁 辣塊還可以想像說要做什麼 還是結晶蜜其實就是傳說中的辣 我感覺看起來很像史萊姆耶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感覺 再來刪除的第五個呢 就是上古時代的套裝啦 皮革鎖鏈套裝喔 那個納許當初在做遊戲的時候 直接摳那個什麼 他以前未完成的遊戲的材質 直接貼到minecraft0喔 其中有一個就是這一個 上古的鎖鏈套裝 欸就是我現在穿的這一套齁 一起摳過來的還有什麼蘋果啦 劍啦類似的其他東西喔 喔還有我們要講的第六個 沒錯就是這一個喔 刪除物品第六個 劍帶齁 也是一起摳到遊戲裡面的啦 結果劍帶本來我覺得劍帶超好用的啊 現在如果不需要額外多一個空間 背劍 多棒啊 可以通通塞到劍帶裡 感覺很棒齁 當書室直接設劇一個GUI界面啦 在這裡附近有一格可以放我們的劍帶齁 結果 喔對不起 那個現在沒有這種事情喔 最後這一個被刪除的物品呢 是我們的銅字號角齁 三搖角加上同製作而成的號角喔 可以依照演奏者不同的姿勢而發出不同的音色 呃那個這個是基岩版才有的特性啦 基岩版能做的動作跟Java版不一樣喔 Java版只有站著蹲下 站著蹲下而已喔 基岩版可以做很多動作嘛對不對 之前我有拍過一個影片 所以可以依據你不同的動作來吹吹奏音色 我覺得這個idea是很棒的啦 如果真的實現的話 順便把那些動作一起引入Java版 哇嗚 可惜通通都被刪除了喔 呵呵 抱歉只是想想而已啊 沒有真的實現喔 以上這些呢 就是minecraft已經刪除的物品喔 我覺得裡面最可惜的就是劍帶了 如果劍帶不需要額外在包包空間 有自己的特殊的GUI介面出來的話 那 如果弓箭可以不只背一組兩組 超爽的耶 那我還需要什麼無限弓 我全部都復修補啦 不用選擇喔 太可惜了 沒有 從來沒誕生過 啊又是一個平行 另外一個平行宇宙喔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想法呢 歡迎留言在下面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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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